国王正在给退伍士兵画笔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感谢他 唯独一名老兵伸出一只手 伪装亲和的路易笑着回应 然而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 老人一把拽到路易的跟前 朝着他嘴里吐了一口唾沫 吓得他缩到一边直犯恶心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虚伪 那日大火在路易的带领下 参观正在建设的凡尔赛宫 恰好遇到建筑工人闹罢工 我们生死和死成为了一枪 我们工作成为了一员 他们本该是法兰西的英雄 退伍也积极参与到建设中 但他们没有得到丝毫优待 受伤了没有医生给他治疗 就连饿肚子了也吃不饱饭 每天都有几十个同伴死去 这个人为了给伙伴谋福利 甚至吊死在所有贵族面前 希望路易十四能重视大家 但他了解清楚来龙去脉后 不是赶紧帮工人解决问题 而是想要使用强权来威逼 于是他派大臣去说服工人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又怎能与底层感同身受呢 没有人愿意听虚伪的假话 大家需要的是真实的改变 工人队伍的领袖找到王帝 希望看在共同杀敌的份上 他能帮大伙争取一点福利 只要伤病能得到妥善治疗 有舒适的住所体面的工资 仅此而已一点也不过分 菲利普不知道曾经的兄弟 竟然过着这样差劲的生活 愧疚的泪水溢满他的眼眶 无论如何他也要帮助大伙 但路易一直忌惮他的声望 根本不让弟弟做拉拢的事 兄弟俩因此发生剧烈争吵 为了实现君主集权的目的 也不能停下凡尔赛的建设 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后 他决定亲自见见这群老兵 主妇邦当将大家带进宫殿 这座建筑虽然是大火灶的 但工人们却是第一次踏足 豪华的装修 大块的镜子 都令士兵们发出声声惊叹 身份带来的差距令人自卑 还没见到国王的真面目呢 大家就把自己放在了低位 只要路易稍微表现得清明 这群质朴的人就感激涕零 但他的虚伪没有骗过老人 才有了开始吐口水的一幕 傲娇的男人被吓了面子后 晚上回去寝室就陷入梦魇 他的亲信一窝蜂涌了进来 一左一右控制了他的行动 所有人都指责他不仁不义 当他被吓得冷汗直流之时 王帝也上前狠狠补了一刀 看着胸前鼓鼓直流的鲜血 现实的路易也不停地颤抖 引起了陪请官邦当的注意 他发现国王的惊恐不安后 赶紧上前握住手去安慰他 但陷入惶恐的人无法清醒 老兵又变成了智者的模样 被噩梦折磨的男人发烧了 邦当立即喊人请来了御医 但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了 医生装模作样查探一番后 给国王开出了一瓶安眠药 还贴心地摘掉瓶盖给路易 又裸里巴缩地说一堆医主 然而国王更信任他的女儿 举起药瓶询问他该不该喝 国王低药的动作说明一切 老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但他没有意识去改进不足 而是像之前那般喝得烂醉 然后借着醉意找女儿麻烦 不仅将他调配的药推翻了 还恶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害得他撞到柜子昏迷过去 但老父亲没有丝毫的愧疚 气呼呼喝掉了那瓶安眠药 没过一会儿就大口地吐血 拖着最后一口气去找女儿 原来他喝下的药被调包了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一个黑衣面具人破窗而入 趁医生醉得不省人士之时 悄悄把治病的药换成毒药 想神不知鬼不觉毒害路易 没想到竟然被他逃过一劫 但国王的病情也不乐观 连牧师团队都来祷告了 依旧不见他有丝毫好转 迟迟都未曾露面的国王 也引发了大火的猜测 路易不好了的流言四起 邦当见状召来了贵族们 王帝也从床上被薅起来 来到国王办公的会议室 一起商议涉阵亡的人选 当邦当带着女医回去时 却发现床上的人不见了 此时的路易正在大厅里 手舞足蹈跳着怪异的舞 大臣们都以为国王疯了 潜藏在凡尔赛里的叛徒 也憋不住纷纷行动起来 知道真相的只有三个人 他们配合国王制造机会 等那群人主动露出马脚 女人粘起一块乌黑的木炭 塞进嘴巴里慢慢咀嚼起来 散开的颗粒感实在噎嗓子 她又倒了一杯红酒配着喝 才勉强将木炭送进肚子里 又用手帕把牙齿擦干净后 来到了像毫法比安的床上 微笑着从胸衣里掏出药品 谎称她会让两人更加快乐 为了不引起法比安的怀疑 她率先抿了一口打消一律 警惕的男人果然松了口气 趣味十足的结果引了下去 充满激情的云昭雨幕退去 女人亮亮呛呛地返回房后 便迫不及待地扣了扣嘴巴 将混着毒药的黑水吐出后 她才志得意满地喘着粗气 次日在王宫举办的晚会上 戴着太阳神面具的神秘人 在熙熙攘攘的宴会出现了 贵族们见状都焦头接耳的 讨论着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当那个黄金面具卸下来后 众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 原来造型浮夸之人是国王 大家歪头饶有趣味地看着 然后也纷纷加进了队伍里 随着国王的步伐翩翩起舞 唯有一个人露出痛苦面具 被哄天着喝下毒药的男人 此时体内的毒开始发作了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异常 法比安悄悄躲到了隐蔽处 克莱蒙夫人的另一重身份 即将浮出水面露出真面目 自从国王家警对贵族身份的排查后 伪装贵族的克莱蒙夫人就有点慌了 要是被揭穿那么一切谋划都将成空 幸好不久就传来了路易病重的消息 于是克莱蒙夫人决定出宫廷而冒险 在喧闹的集市中和面具人互通消息 夫人将代码被破译的事情告诉了他 也从面具人这里拿到了伪造的印章 交换完信息的克莱蒙夫人返回王宫 立即伪造好了自己贵族身份的文件 亲手交到国王信任的户籍大臣手上 男人也被他的美色诱惑得五迷三道 忘记了认真审查他递交的身份证明 克莱蒙夫人就这样成功蒙混过关了 女人解决完玄在心肩上的大患之后 便空出了时间对付讨厌的路易十四 如今宫中国王病重将死的谣言四起 反叛们的行动变得愈发嚣张自信了 在宫中流通的秘信变得明目张胆 法比安很快就截取获得信件内容 知晓他们将在某一处集会的消息 立功心切的男人下决心即刻出发 将这群可恶的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为了给推翻路易十四的活动加码 克莱蒙夫人决定拉表哥洛林下水 趁着他晚上起夜只有一个人之时 面具人又上演了神鬼不绝的能力 直接劫持威胁洛林骑士参与进来 不配合的话那项上人头也不要了 胆小怕死的男人颤抖着硬承下来 次日当法比安待人抵达目的地后 发现林中竟然一个鬼影都看不到 原来自己竟然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另一处的乱臣却是在巴黎碰面了 洛林才知道幕后的大佬竟是表妹 他不情不愿地被迫参与到密谋中 他们准备趁着路易生病这段时间 把握机会将凡尔赛脚的天翻地覆 同时掏出奥兰治威廉三世的来信 他将为他们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 然而即使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 还是没能逃过法比安助手的眼 他在监视贵族沉间祷告的时候 发现克莱蒙和卡塞尔密切交流 身为眼线的雷达立即响了起来 他敲迷溜进了克莱蒙的寝室内 翻箱倒柜查找女人叛贼的证据 果然在抽屉里找到伪造的印章 却不幸于找妈妈的索菲撞见了 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不被发现 侍女谎称自己部署走错了房间 然后就心虚地逃离了她的视线 索菲立即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找到母亲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侍女也找到了法比安汇报情况 但男人此时忙着其他追踪活动 没等眼线说完克莱蒙夫人的事 就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了此处 也是因为男人的忽略和不上心 导致眼线惨死在克莱蒙的手下 而色欲熏心的男人也没逃过 克莱蒙夫人给她使的美元剂 新丹情愿喝下那瓶披霜药水 路易与叛贼究竟谁更胜一筹 法比安能否发现女人的真面目呢 这场为阻止修建凡尔赛宫的乱局 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起来